准备要开车离开就发现这离谱状况 轮胎竟然被人用铁链锁住 明明是在停车场是谁这么大胆恶意上锁 而敏感的是车主还是一名法官 旁边就是法院公然调性公权力 难不成是来恐吓吗 地点就在士林地方法院 家事跟少年法庭大楼外的停车场 法官从16号早上9点10分停到下午5点20分 法警长发现报案 警方先协助把铁链剪断并在场采证 法官庭的位置呢 他是靠近停车场的靠马路的外侧 而目前警方的说法是 他这个位置刚好就是监视器的死角 所以调阅的结果 目前看来呢 是还没有办法清楚的掌握到嫌犯 我们从卫星地图来看 以停车场为中心 旁边依序是士林地检署 士林地院 后方则是家事少年法庭大楼 包含停车场出入口 四周都会有保全巡逻 来往民众也很多 竟还大胆来锁车 从照片来看 铁链是全新的 知道法官车牌号码 车辆提纳 代表对方肯定跟踪一段时间 选好时机下手 不过根据了解 这名法官办理刑事事物 承办刑事强制处分案件 近期没经手大案子 也没有任何纠纷 嫌犯到底是有什么动机 社林地院说 一切配合警方调查 难道是诉讼上问题 狭院报复 只是法院外 法官检警走动多 敢这样下手 恐怕也让其他法官 心神委屈 TVBS新闻网 今天五月啊 台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